轿车开在国道上 铁蚕迎面飞过来 挡风玻璃 挡场碎裂 还有旅梯从天而降 侧面扫过 比较常见的是轮胎 飞向挡风玻璃 想闪都闪不掉 甚至连棺材都有 而国道掉路500x9 每年超过4万件 不但造成车流回堵 有的还会造成二次车祸 为了加强民众将货物捆劳的责任 不只内外车道 22号起掉在路肩上 也要开始收费 我觉得合理吧 毕竟占用 也是要清理 清理到成本 你货物没有防好 造成掉落 这也蛮危险的 只要处理超过30分钟 就要收钱 每半小时为一个单位 如果占据一个车道 30到60分钟收费3000元 时间越长收费越高 如果占据两个车道 收费会再加倍 路间即将纳入收费范围 费率比照30分钟3000元 累计即费 其实它是在散热道 这个路间上面 我们高速公路局 还是要花这个人力去 现场清理 所以其实所需要的这个 真是说成本 其实也是差不多的 所以这个部位的收费 基本上我们 算是更落实所谓的使用者付费 新的制度将在22号实施 民众上路前务必检查好 货物是否有困牢绑好 别跟自己的荷包过不去 蔡西文 赵姐皇 谢谢